大家好,今天这盘棋是第五届东洋证券杯第二轮的一盘比赛 对阵的双方是马小春和家藤正夫 家藤正夫他有个绰号叫做天杀星 他的进攻手段非常的老辣 那么这盘棋呢,马小春就以他飘忽不定的棋风 最终呢也是转手为攻 双方吓得非常的激烈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 家藤正夫直黑先行 白棋是马小春 双方开局都是走了对角 黑棋挂角的时候呢,白棋三肩高架 下一招棋,黑棋从这里紧紧的逼住这个白棋 普通的白棋是要跳出去 那么实战的白棋选择了小飞 威胁这两个黑棋的联络 将来要从这一带跨断黑棋 黑棋小尖,白棋退一个 黑棋呢出头 那么下一招棋,马小春走着一个大飞 那么这两个白棋 那么这两个白棋出头的正招是跳出去 但是呢,现在这个局面下 白棋这个跳对上面这四个黑棋的压力非常小 黑棋呢可以从容的从这里封锁左上角的白棋 实战的马小春 走了一个大飞 也是要对这四个黑棋施加压力 牵制住黑棋这个封锁 实战的黑棋在上面没有动手 先飞了一个,开始对这三个白棋从这个方向展开进攻 那么下一步,马小春走得非常的灵活 飞到脚上去 护着脚上的失控 那么这招棋的实际也是非常好 黑棋挡住 白棋一挡 黑棋呢还要站住 那么下一招棋,白棋一次 黑棋双住的时候 白棋小尖开始出头 看上去这两个白棋和外面三个白棋之间的联络 还有一些问题 黑棋这里有一个小飞 看上去非常严厉 但是呢在这里白棋有比较不错的一个应对办法 白棋可以冲 黑棋挡住 白棋呢切断 黑棋往外长的时候 白棋可以从这里顶住黑棋 黑棋冲 白棋断 黑棋打吃 那么在这一带呢 白棋可以滚打包收黑棋 黑棋呢还有战斗 黑棋这里的棋型啊非常的重 那么下一招棋呢白棋再一拖 外面三个黑棋还是比较弱 黑棋呢也没有办法吃住白棋 那么走上这个棋型啊 白棋是充分可战 那么这个时候的加藤正负啊 在这一带的战斗虚晃一枪又走回了上 从那大跳了一个 也是先把上面黑棋这个头先走上 威胁中腹的白棋 那么这个时候电脑AI的推荐 是要靠下去 白棋如果搬的话 黑棋切断 白棋打吃了 黑棋呢反打 然后呢黑棋从这里翻打上来 白棋呢还要在脚上补一手 形成这个转换 黑棋这一带的棋型基本上已经成活 那么加藤正负之所以没有选择这个变化 可能是不愿意看到白棋在这一带开一朵花 将来会影响到黑棋右向脚的成空 于是呢黑棋选择大跳了一个 白棋小剑 黑棋补了一手 那么下一招起 马小春啊开始了反击 从这里加攻这两个黑棋 同时呢瞄着从这里跨断黑棋这个小飞 黑棋往上一顶 白棋呢顺势捕捉将来黑棋这个飞 断了下方 白棋藏起来以后 黑棋呢一跳 白棋先刺 那么白棋这个刺对将来啊 这个出头非常有好处 黑棋站住 那么下一招起白棋就要处理这个字 那么处理的方式呢是脱脚 黑棋扒 白棋脸扒上去 那么在这一带的变化 黑棋本手是站住 但是呢被白棋这一倒虎 就产生两个好点 一个是从这里虎到脚上去 一个呢是从这里跳上去 继续威胁上面的黑棋 那么这种作战的黑棋不太有把握 那么实战黑棋在这里选择了非常激烈的下方 打赤 白棋立下去 黑棋打赤 白棋一场 然后呢黑棋再粘回来 黑棋粘回来以后 黑棋马上啊这个挡就成立 白棋呢先拐了一下 黑棋扳住 白棋吃住这个黑棋 双方啊在这一带形成一个转换 白棋啊在黑棋这个脚上已经啊 安全的存活 那么黑棋呢把白棋封锁进去 但是呢这个封锁在这一带啊 黑棋还欠着棋 那么下一招棋也反映了 家藤正夫他天杀星的这种好斗的性格 从这里震住了上方的白棋 白棋一跳 继续出头 那么下一招棋 黑棋一拐 威胁白棋这一带的骑行 同时呢也想补一补啊 这一带的联络 但是呢这一招棋啊 这一拐好像啊 对中复这些白棋的影响不大 那么既然要补的话 黑棋还是本手补在这里 那么这一带的联络 没有什么问题 实际呢黑棋一拐 这个时候马小春啊 也没有单纯的出头 而是呢采取了以弓为首的方法 从这里飞出去 要把这个黑棋和上面的黑棋啊 联络先切断 用反弓这个黑棋的下方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这个子在这个位置 那么黑棋完全可以从这里靠出去 但是呢现在因为这个子在这个位置 黑棋还需要在这里补一手 护着下方的时空 白棋往外一跳 黑棋继续震住上面的白棋 那么黑棋走出这招棋来以后 那么也反映出了 加藤正夫啊 想在这一带收兵 就是要在这一带封锁白棋 要扩张了黑棋右边这个模样 白棋小剑 黑棋再一飞 白棋呢牢牢的吃住这个黑棋 那么走到这里以后 全局白棋的棋型非常的厚实 那么下朝期黑棋拆边 要在右边形成一个模样 但是呢毕竟 这些黑棋在这一带的联络 还有一些问题 那么这些黑棋呢 也没有完全的封锁到白棋 那么走到这里以后 白棋已经取得了续盘的优势 那么下一招呢 马小春啊 走得非常的积极 从这里选择了大陆 一个是这一带有联络 一个是呢 在这一带将来要靠到脚上去 把白棋活到上面 如果黑棋这一手封的话 那么白棋在这一带 将通过这种靠 把这个白棋给安定 那么黑棋在这一带 成空的意图就落空 所以说黑棋选择了小飞手脚 白棋小剑 保证这里的联络 同时呢 还要封锁 这里的黑棋 黑棋拖了一个 白棋一长 黑棋挡住 然后呢 白棋从这里 跳了一步 还要攻击这两个黑棋 瞄着这一带的冲断 那么黑棋呢 在这一带还需要补一手 那么白棋在这一带定型以后 没有马上通过这种靠 把这里的白棋给走后 而是呢 又从这个方向 跳了出来 要威胁这里的黑棋 同时要破掉黑棋 下方成空的潜力 现在白棋走得顺风顺水 黑棋先虎了一个 白棋一飞 黑棋呢 护住下方的时空 白棋再一飞 那么走了这几招以后 马小春啊 就成功的 转手围攻 开始攻击 这里的黑棋 黑棋先顶了一个 白棋小先 完全把黑棋 封锁进去 黑棋打吃 白棋呢 往上一场 黑棋呢 先刺了一个 白棋站了 黑棋在这一飞 威胁这个冲断 白棋挡住 那么下一招棋 这里的黑棋 需要在这一带作严 黑棋呢 跳下去 白棋一飞 边守空 边进攻黑棋 黑棋 虎一个 白棋挡住 黑棋 再虎 白棋 挡下去 那么下一招棋呢 黑棋先从这里 小尖了一个 白棋 往回一退 黑棋一半 那么这里的黑棋呢 眼位啊 已经交代的非常的清楚 但是呢 白棋在这一带的作战 获得了一个先手 白棋没有普通的手脚 而是呢 继续威胁黑棋 从这里震住黑棋 一个是要破坏黑棋 右边这个时空 同时呢 还要威胁 中复这三个黑棋 那么这盘棋呢 马小春下得非常的积极 黑棋 飞了一个 这个时候白棋再收脚 牢牢的把握住时空 黑棋顶了一个 白棋往上一长 黑棋跳起 那么这两个子之间呢 还是比较空虚 那么马小春呢 在这里一尖顶 所有的白棋联络 不成问题 那么下一招棋 天杀星 从这里露了一个 开始破坏白棋脚上的时空 如果白棋普通的这种小尖 火脚的话 被黑棋在这一带先动手 那么时空啊 双方非常的接近 现在 虽然是白棋优势 但是呢 马小春下得一点不手软 从这里架攻这个黑棋 这也是积极作战的一种态度 黑棋小尖 白棋小尖 黑棋呢 靠出去 那么黑棋从这里靠出去以后 也是想缠绕进攻啊 这两块白棋 这时候白棋如果搬的话 黑棋这一退 那么这一带黑棋又跳出去 那么这一带呢 有抢占脚上 失控的这个小尖 那么在这里 马小春 从这里 断然的搬了出去 黑棋往外冲 白棋呢 这个时候选择了后世的打持 如果白棋挡住的话 那么黑棋可以通过这个打持 安全的活到脚上去 那么白棋比较损失控 那么在这里 马小春选择了打持 这个黑棋 就是要把这一带走到后世 黑棋冲出去 白棋一挤 黑棋站住 白棋呢 从这里靠住黑棋 还是要封锁这里的黑棋 那么黑棋呢 实在选择冲了一个 如果白棋挡的话 那么黑棋这里打持 白棋呢 这里还有站住 下周期黑棋再一立 脚上的黑棋一点毛病都没有 那么对待黑棋这个冲 白棋选择后世的站住 那么黑棋在这里飞了下去 就是要活在脚上 但是呢 加藤正腹啊 在飞之前漏掉一个重要的次序 黑棋应该从这里先挤一个 白棋呢 这个时候也只有提掉这个黑棋 那么黑棋挤到这里以后 将来啊黑棋 这个团一个是先手 对黑棋啊 这一代的成活啊 非常有好处 实际上呢 黑棋没有挤 直接飞下去 白棋小尖 黑棋顶住 然后呢 白棋站住 那么下一招棋 这些黑棋还没有成活 被白棋逼到这里的话 这些黑棋非常苦 于是呢 黑棋也只有拆一 那么下一步 马小春啊 开始对脚上动手 在这里加了一个 那么白棋加住以后 黑棋在这一代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站住 一个呢 是立下去 那么实战呢 加藤正腹 是选择了这个站住 那么电脑AI的推荐 还是要立下去 白棋呢 这里有切断的手段 黑棋可以断吃白棋 就是白棋啊 往脚上长 这是一波绝妙的一波手劲 如果在脚上做出眼来的话 白棋的气啊 可以宽出来 所以说黑棋在这里呢 还要拖一个 那么下一招棋 白棋切断黑棋 同时呢 双翅两个黑棋 黑棋呢 也只有提掉 白棋呢 再扑 黑棋 提掉 白棋再打吃 通过这几个打吃 白棋紧住黑棋的气 下一招 白棋将从外面开始收气 那么黑棋呢 为了避免白棋在脚上走出一个板刀物 也只有从这里扳 白棋 提掉 黑棋呢 打吃 白棋再提定 双方呢 在这一带形成一个打结 但是呢 这个打结 是黑棋的一个缓气节 那么我们看一下实战的变化 黑棋从这里 站住 白棋一路都过 那么下招棋 黑棋再从这里 这个时候白棋 就不是吃住这个黑棋 而是呢 选择从这里 站住 就是让黑棋这个脚 不能安定 黑棋呢 一加 白棋一搬 黑棋打吃 白棋反打 黑棋提掉 那么在这一带 又形成一个结 现在看上去 白棋全盘的结材并不多 但是呢 这个时候 马小春做了精确的计算 选择从这里 扳下去 只要能提掉这个字 威胁这里的黑棋 通过搜刮这里的黑棋 白棋还继续保持优势 那么家同正夫的实战 在这一带的战斗 也顾不上了这些黑棋 选择了消解 白棋提掉 那么下一步 黑棋就需要作业 实战的选择 肩顶一个 白棋顶住 黑棋一团 白棋站住 下一步 黑棋把这个白棋吃住 那么在这一带 黑棋活棋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呢 白棋在这一带 提掉这个字 还把这个字 喊在嘴里 白棋又获得一个瞎手 那么在这一带的作战 白棋继续保持一个领先 那么下一步 马小春在这里靠了一个 开始破坏黑棋上方 这个时空 那么这个时空 再被白棋破掉的话 那么全盘白棋的时空 非常乐观 但是呢 这个时候 加藤正负没有硬 从这儿虎了一个 威胁这些白棋 白棋呢 虎住 那么白棋这个双 看上去更加坚实一点 那么白棋虎在这里呢 也是想 一旦将来 劫财成立的话 白棋还要从这里 冲断黑棋 那么下一条期 黑棋从这里 长了一个 看上去这个长 现在不着急 但是呢 在这里 包含着加藤正负 很深的一个思想 那么先 把这里走后 然后呢 为出动这个子 做一些准备 那么黑棋 长了以后 白棋 再依靠 黑棋 往上一长 白棋呢 扳到脚上去 黑棋呢 一退 下一招期 白棋没有虎 如果虎住的话 木属比较好一些 那么 马小春呢 在这一带 可能是因为优势的意识 选择后世的下法 把上面的白棋 全部都连回去 就认为白棋 已经胜利在望 但是呢 这个时候 黑棋 忽然出动了这个字 其实出动这个字 马小春呢 已经计算到 白棋 可以从上面压 黑棋 再往外长的时候 白棋 这里有一个抗险器 黑棋 吃住 这三个白棋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但是呢 没有想到的是 当白棋 贴住的时候 黑棋 没有长 而是呢 走了一个小间 这是出乎 马小春 意料的事情 那么下面 黑棋 如果全部都成空的话 那么白棋的时空 我不乐观 这个时候 马小春呢 在这一带 也没有好的办法 也只能通过打吃 黑棋 站住 白棋 扳下来 黑棋 切断 白棋 反打 在这一带 白棋 对黑棋 滚打 报数 当白棋 切断 黑棋的时候 那么黑棋 这里有一个 八 白棋 也只有切断 那么下一招 起 黑棋 这里有一个火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发现 白棋 已经不敢 吃住这个黑棋 白棋呢 也只有 吃住 这里的黑棋 那么白棋 吃住这里的黑棋 以后 那么黑棋 一干 双方在这一带 形成转换 因为当初 白棋 靠在这里的时候 如果这些白棋 不死 中央这些黑棋 还没有完全的安定 那么黑棋 吃住这些白棋 以后 全盘黑棋的 这里 已经变得 非常的安全 虽然这里 形成一个转换 黑棋 获得了便宜 但是呢 从全盘 目数上来讲 白棋还是 稍微领先 关键是 现在白棋 先手在握 白棋呢 开始抢占关子 从这里先 猴了一个 威胁黑棋 这一带的眼位 黑棋团在这 白棋呢 吃住 黑棋一单 白棋呢 往里面冲 边破眼 边抢占关子 那么下一招 去黑棋 从这里 猴了一个 白棋挡住 黑棋呢 从这里 一站 那么黑棋 两只眼 交代的非常清楚 但是呢 也遭到了 白棋的搜刮 白棋一飞 关子非常大 黑棋呢 虎住 白棋往上一顶 黑棋 站住 那么下招去 白棋再一虎 白棋 搭了一个 黑棋 递下去 白棋通过 先手 抢了几个 大关子以后 继续保持着 微弱的优势 那么走到这里以后 双方就进入了小关子 那么进入小关子以后 也没有影响到胜负 最终呢 这盘棋 马小春 幸运的 以半目的优势 战胜了 加藤正负 好 这盘精彩的对决 我们就欣赏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